但是你現在已經想五線大也對 你懂這個意思的 大家習慣這個寫法 來 那我問你 那這個要怎麼寫 這什麼意思 s 怎麼樣 看右邊 然後右邊這裡是b 有沒有等號 有沒有等號 沒有 所以是小於什麼 小於b 然後大於什麼東西 負的五線大 知道我意思嗎 來 我們來畫圖 它的圖 這個圖長這樣 這是a 大於等於a 磁心往右 五線延伸 下面這個圖 這個是b 小於b 大於負五線大 這樣 這樣看不看 看不看嗎 區間表示吧 來看一下喔 這樣有點難對不對 這有點難喔 這剛出學者怎麼可能馬上覺得很簡單 對不對 這不太容易喔 我這裡舉幾個例子 來跟同學互動一下 這幾個例子喔 第一個 有數字的話 同學會比較有感覺 來 我來問我們班同學 哈囉 以前我們會這樣寫s 大於e 小於等於5對不對 現在如果要你用區間來寫 怎麼寫 就以前我們寫一個範圍可能會這樣寫 但是我們現在學了一種叫區間表示法 請問你這個東西用另外一種數學語言來講 要怎麼寫 左邊這裡要寫什麼括號 小括號 因為這裡沒有等號 這裡要寫什麼 1 度點 這裡有等號 所以這裡要寫5 然後這裡要什麼括號 中括號 這樣就是這個意思 這樣可以嗎 這樣會嗎 懂不懂 會不會 好 來第一個喔 行喔 來第二個 我都出簡單的問題 第二個是 比如說這個 2 無限大 這個我來問人喔 我出這麼簡單 這 我要問一個 我要問你好了 這是什麼意思 如果我寫成了x的範圍 這個要怎麼寫 對 x 大於等於2 這樣寫就可以啦 對不對 或者你要這樣寫 x 怎麼樣 大於等於2 然後小於什麼東西 無限大 這樣寫或這樣寫都可以 這樣可以嗎 都可以 都是同一件事情 這樣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喔 好 我要再講最後一個東西 這一個特別重要 這個講完 這堂課就結束囉 這裡 來 這一個給他三個讚 來 後面給他聊天 我看看喔 x 小於等於 負6 或 或者來 x 大於等於2 我先畫圖給你看喔 來 別聊天喔 待會兒接種學會睡著了 到底睡不定的在幹嘛 欸咻 好 來 有沒有人可以用去間幫我把它寫出來 你知道怎麼寫 欸 同學 s 小於等於負6 或 s 大於等於2 你先寫這一個好不好 先寫這一個 s 小於等於負6 如果寫什麼區間要怎麼寫 說話呀 s 小於等於負6 左邊要寫什麼括號 小括號 然後接下來這裡要寫什麼 負無限大還是無限大 負的無限大很好 然後豆點這裡要寫什麼 負6 負6這裡要寫什麼括號 中括號 哎呀來哈 這個就是他 這樣也可以喔 來 那s大於等於2 來寫成區間這裡 最左邊要什麼括號 中括號 這個是2 豆點來 這裡要寫什麼 無限大 無限大這裡什麼括號 小括號 OK 沒有問題 但是這裡又有一個東西 新的符號要出現了 來 請問你 或這個詩是什麼 或這個詩是中文 對不對 對吧 啊有朋友說老師 那我知道這個要寫英文 這個寫或 你廢棄喔 對不對 不從怎樣或寫英文 我們這裡要寫數學國度的語言 什麼叫數學國度的語言 在數學的世界裡面 或這件事情要怎麼來寫 他的符號長這樣 u 長得像u一樣 來把它寫上去 這個就是或的概念 寫上去 這個符號 你應該是第一次看到他 這個符號 你是第一次看到他 這個符號稱為叫連極 來 把它寫上去喔 我現在正式來介紹這個符號 集合的一種運算符號 這叫連極 連極在數學上就是有或的意思 這是數學語言啊 你不要說我寫英文寫喔 那是英文啊 這是數學語言可以嗎 那你說老師這好抽象喔 什麼叫連極 連極很簡單啊 就是把它 把兩個範圍怎麼樣 把它合併的意思嗎 把兩個範圍把它合併 像那個變形金剛啊 不是會合併嗎 合併之後 可是會變成更大的字嗎 你要答外意思 這個範圍跟這個範圍合併 哇 變成一個更大的範圍 這個範圍或 或就是這個我也要 這個我也要 我全部都要 那就 就合併變成一個大的範圍 這個就是連極啊 合併 這樣好不好 懂不懂 懂喔 這個範圍還有這個範圍 我都要 我都會把它納進來 這個叫做連極 這是數學符號 行嗎 行嗎 行喔 你都知道我要說什麼 其實你不知道 有在站在那裡睡嗎 欸 還行嗎 OK 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 回顧一下這堂課學到什麼 導演你從最左邊開始看 這堂課我們學什麼中心 絕對值方程式對不對 還有一開始我講 方程式跟很等式的差別 對吧 絕對值方程式去絕對值可能正可能負 這樣你知道嗎 然後再來看這邊 後半堂課我們談區間表示法 這個叫什麼區間 B 這個叫開區間 對不對 然後就這樣子 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 那謝謝各位同學囉 這堂課就這樣囉 Thank you 謝謝